本节目由夫生八婆奥黛丽为你吃瓜豆豹 持续了三个月的创造101 最终以火箭少女101成团而宣告结束 虽然现在成团的11位小姐姐是各种忙 但没有成团的小姐姐们 其实也都有自己的新生活 留人语的一曲麻烦少女 大家还有印象吗 这首歌是充分展现了她的创作才华 虽然没能最终成团 但是相信凭借她自己的努力 还是能在娱乐圈有有所作为 刚参加比赛时 不少人都开策相交娱乐 肯定会有两个成团名额 但是最后却是赴京第十顺位出道 也是引起了王思通的狂捧 结束比赛之后的强东月换了新造型 大家觉得这样如何 七燕迪参加比赛之前 就已经是怀疑的艺人 也拍了一些电视剧 而她合作于文文主演的《胭脂寨》 也将在九月播出 相信她之后的影视资源 肯定很不错 最后一位是在第二轮公演之后 就被淘汰的朱天天 她在节目中的一些行为 也是引发了很多争议 而在七月二日 朱天天在微博上 发布她的新歌《天天》 这首歌是她自己作词作曲 而这首歌也是得到了很多101好姐妹的支持 创造101结束之后 没有成团的小姐姐们都以自己的方式 继续追求梦想 创造101不是结束 而创造101中向杨白生 逆风翻弹的精神 希望能一直鼓励这些小姐姐们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八一八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